鲁笋肉串放上烤网 旁边的赶紧拿出腌好的肉跟海鲜 中秋节前的周末 宜兰五老坑园区好热闹 凉亭扣肉区早就被订光 有民众拖了两大车的食材和道具 从早烤到晚 鲁鱼啊 肉啊 还有鲁鲁椒啊 有多放松看这群民众就知道 直接坐在西边烤小孩玩得开心 就连狗狗也跳下去两块一下 喜欢户外烤肉的往宜兰跑 都市里的民众想吃烤肉也有解方 一串串串烧在火炉上烤得滋滋作响 店员忙着撒上调味料调整火候 连锁串烧店这个周末也超忙 食材备货量比去年多一倍 还有爆量的外送订单 业者发现今年不少团体 随便一订就上百串 都有接到一次一笔 大概一万到三万这种大订单 对 然后因为大家都要上班嘛 所以可能公司也体恤员工的辛苦 所以就是在大家中午的时候 晚三阵的时候在办公室享用 加派一到两位人力在门店备站 地方都很小 所以不太适合做烤肉 还有日本知名串烧品牌 进军台湾市场 周日开始试营运 刚好搭上中秋烤肉商机 门口大开长龙 用台湾的国产新鲜的鸡肉等产品 配合日本进口的所有烧鸟串烧的酱汁 台湾人过中秋的仪式感 就来自烤肉 也难怪能冲出高达600亿的烤肉商机 民事新闻杨思敏庄博华 沈建宏黄富裕 台北宜兰报导 本集合 词